如果来不及享受年轻,那就好好享受变老,退休了,去东边看日出,又追赶西边的落日,在一抹晚霞里散步,想象的生活,美不胜收,回现实却是一地鸡毛,太多的退休老人,出门就闷闷不乐,啥都不适应,在家带娃,也被儿女埋怨,在群里中,也是浑浑噩噩,独居的日子,只能盯着电视机,持续发呆。 如何过好余生,展示老年人的风采,民生周刊里说,新老人们正在打破传统养老模式的翻篱,呈现出多元化,个性化,高质量化的特征。 诚然,事实如棋局局心,做一个新老人,最受社会欢迎,也能享受到社会的福利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利用一技之长,发挥余热赚钱的人,勤劳勇敢,发挥余热的意思, 是以行为体现出老年人的作用,老年人退而不休,贡献余热,为社会创造价值,也为自己展现风采。 郭光灿,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,量子信息学家,中国科学院士,八十岁高龄的他仍然奋斗在工作岗位上,为量子信息科学发展贡献力量。 俗话说,退休不退治,勤劳可致富。 如今时代,有很多退休老人,依然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,在各自的岗位上,从事技术工作,发挥余热赚钱致富,不管年龄多大,只要身体健康,技术活永远也不会过时,用武之地永远存留,艰苦朴素,勤俭吃家的人,有自知之明。 俗话说,一周一饭汗朱患,小处不省钱带空。 节约资源,造福后代,节俭本身就是一个大财源,留住钱财是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,但有的老年人以为,现在身上有些钱就可以随便乱花,这样的花钱方式不可取,人老了,要是没有足够多的养老钱。 万一什么时候身体不好时,比如,生个大病,就需要花很多钱,有许多的老人,在他们的一生当中,过着艰苦朴素,勤俭节约的生活,为自己也为儿女存下一些钱,为的就是,老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,少给儿女们增加压力。 所以说,退休老人即使是身上有一些养老钱,也要懂得抠门,不乱买多余的生活用品,同时也要防备被人欺骗敲诈,在衣食住行方面,坚持过简单朴素的生活,让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,深入到儿女心中,做一个自知知名的人,尽力帮助儿女小家庭的人。 有远见,有责任心,每个人的儿女,都是十月怀胎所生,作为做父母的,为了家庭,为了儿女而付出,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,在苦在内,父母都是在为儿女而奋斗,因为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,比什么都重要。 有很多退休老人,为了儿女不出远门旅行,不高消费生活,而是选择在家帮儿女打理家务,用勤劳的双手买菜,做饭,洗衣,带孙子,并接送孙子,孙女上学读书,给儿女们减轻许多负担,让儿女们安心地工作。 俗话说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,家中有这样的老人。 既是家庭的幸福,也是社会的财富,老年人在让自己变得阳光的同时,也让儿女懂得感恩的心,更是为儿女孝顺父母,打下坚定的基础。 息贫怜若的人,充满爱心,值得尊敬,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,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,就是珍惜,一个息贫怜若的老人,心中必定是充满爱心,处于同情的爱,未必持久。 但因为有爱心而产生的同情,必然深刻而长远,一个受人待见的人,也必然是一个息贫怜若,充满爱心的人,一个没有爱心的人,必定是一个粗鲁无礼的人。 这样肯定是不受人欢迎的,罗曼·罗兰说,爱是生命的火焰,没有它,一切变成黑夜。 名人从非,在他37岁的短暂人生中,先后参加了400多场义务演出,收入虽然不多,但他却进行了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,捐款捐物,累计300多万元,资助了183名贫困儿童读书,让他们学习成长,爱心是充满着整个世界的,每个人分出自己的一点爱心,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,善于思考人生,有兴趣爱好的人,有上尽心。 戴尔·卡奈基说,人人都应有一种深厚的兴趣或嗜好,以丰富心灵,为生活添加滋味。 一个人善于思考人生,就必定有兴趣爱好,兴趣也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,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,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爱好都是一样的,有的老人喜欢与同龄人在一起,有的老人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,有的老人喜欢一个人外出旅行, 有的老人喜欢宅在家做一些家务,帮助儿女分忧,有的老人喜欢学习,追求诗和远方,凡是有上尽心的兴趣爱好都是值得点赞的。 有哲人说,书是知识的海洋,一个人要想画好画,就要做出优秀的小手工,一个人要想知识博览,就必须要读好书,看好书,书读百遍,奇异自见。 从此,读书变成了有上进心人的兴趣爱好,读书也是增进老年人,人生的幸福,使老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,更加有意义,学习新知识,思想进步。 俗话说,三日不读书,面目可憎。 三天不学习,人就会退步,这样的观念,古来就有,在今天,社会变化更快,不迎头赶上,出门就是两眼一抹黑。 看看现实,退休老人吃饱穿暖,不成问题,但是患病之后,就医需求就不一定可以自己满足了,网上挂号,排队,自动提取检查结果,很多老人都不会出门旅游,因为自己不能搞懂相关网站的规则,因此甘着急,一肚子怨气,老人平时爱学习,也去体验各种网络服务,在需要的时候,就不麻烦了。 还会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,别老是刷无聊的视频,抽空去学一学正规的知识,跟着时代的脚步,每次出门,办事,才能神清气爽,人老了,做个万事通。 也不是不可以善待新家人,促进家风,当我们变成爷爷奶奶的时候,就会发现,家庭里多了几个新人,女婿,儿媳,孙子,外孙,兄弟姐妹家,也有新人,老人们习惯了互短,把自己的亲骨肉,当成家人,而新来的人,都是外人。 显然,这是要制造婆媳矛盾,隔代仇,好的关系,都是将心比心的。 当老人用心去关照家中的新人的时候,就会发现,任何一种关系,都会变好。 比方说,婆婆逢年过节,问一问儿媳,需要帮忙做什么家务,买什么菜,问候儿媳的娘家人。 甚至送一份小礼物,儿媳对婆婆的态度,应该是有所改变的,家庭和睦了,家里什么事情都会顺,也是社会的标杆,打造新爱情,浪漫情怀,曾经在工作的时候,没有那么多精力,去顾及老伴的感受,甚至都聚少离多,退休之后应该对老伴的感情,进行一定的弥补,老夫妻去旅游,看看风景,单独相处。 就像年轻人旅游结婚一样,还可以补办婚纱照,把人生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,对于曾经有大男子主义的男人,还可以学一学做饭,让老伴感受到男人的温柔。 夫妻一辈子,有矛盾,有吵架,但是后来都要修复,总不能在老年时还闹离婚吧,不能离婚,就往好的方面去行动。 还有一点,老夫妻感情好,儿女在工作中,才更加放心,不会夹在两位老人之间左右为难,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测算,2035年,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.2亿左右,占比将超过30%,老人数量多了,占比高了,意味着社会养老的压力增加。 若是家庭里,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,家庭养老的压力也很大,反过来思考,就是养老的压力大了。 老人常常是不能被很好的照顾,还得有靠自己的思想,千万不要等靠要,把自己照顾好,这是退休老人应有的自律,在把自己照顾好的同时,还照顾到社会上的其他人,这是老人在发光发热,想一想,社会在进步,老人岂能退步,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,黄昏静经过,还有漫天星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